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趣的服务 过去呢 我们在聊到这个 喇叭要改颜色的话 通常就是 B&W 的鹦鹉螺嘛 我们有做过一个红色 完全红色法拉利红的鹦鹉螺 那那个就是鹦鹉螺的客制色 那后来呢 又加入了就是 这个 Astalon 还有 MBL 这两个都可以客制色 但是呢 也局限于就是 你把这个喇叭 换成你想要的颜色 可是呢 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 BOOMASTER 呢 他推出一个服务叫 BESPOK 那这 BESPOK 是什麽意思呢 很多人看了之后会问我说 陈寗那 BESPOK 好像很厉害 但是又看不懂 其实很简单 今天就带大家一个一个看 就是呢 简单说 你今天想要买一个 BOOMASTER 的产品的时候呢 这个 BOOMASTER 的产品 除了他的形状不能更改之外 其他的一切 随你想像随你更改 什麽意思 我们可以从这个 BZ351 来看 但是在看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BOOMASTER 提供的样品 首先呢 你可以现在看到就是这个是 BOOMASTER 的设备 他上面呢 是不是画了一个马力联盟录在上面 这是安迪沃和的作品 那你今天有一个作品 你想要把他画在 BOOMASTER 上面的时候 BOOMASTER 就帮你画上去 那至于他的版权问题呢 这个就是你得自己去想办法啦 但简单说呢 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的机器啊 我如果我想要我沙龙前面的 077 808 那些全部都有一个 录名的 LOGO 在上面的话 那麽 BOOMASTER 可以一开始就帮你做上去 你想要烫金的 你想要镀金的 你想要油漆手绘 通通都 OK 那我们可以再看现在这图片呢 就是 BOOMASTER 的 B38 他的这个喇叭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颜色很多样 你可以彩绘在上面 甚至你也可以改变他的表面材质 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像是石材的纹理 另外一个呢 则是金属生锈的感觉 这些呢 通通都是 BOOMASTER 可以帮你做到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想要在上面画个千里江山 然后我的这个扩大机正面要有千里江山在上面 他也可以帮你画上去 我个人认为是 OK 的 像 077 这样的机器 你看这是 077 对不对 077 呢 他这边有这个他的面板 然后下面还有他的电源嘛 那你要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再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放个千里江山那也是 OK 的 那千里江山对大陆人来说比较熟悉 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就是你要放个 清明丧合图在上面也是 OK 的 你想要这个地方是清明丧合图 然后这个地方是附村山居图也是 OK 的 只要你有图 然后他愿意 他就帮你画上去啦 这是 OK 的 但我后来想想应该是 画个克林姆应该比较合适一点 那种塞滑的感觉 但是呢 实际运作是怎麽样的呢 其实我必须坦白说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其实 BOOMASTER 自己也不确定应该怎麽做 他只告诉我们可以做什麽 但有很多细节呢 其实他们也还在完善 因为其实 过去呢 在音响的市场裡面呢 几乎是没有人做这麽高度的客制化 所以呢有很多细节他们在讨论 这个我把他放在 我们的频道会员影片裡面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必须说 有的时候呢 从这个工业领域呢 去跨足这个奢侈品 因为你原本做喇叭 虽然我都一直说 喇叭就是奢侈品啊 干嘛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相较于真正的奢侈品而言呢 喇叭还是一个很实诚的玩意 为什麽 你花一千三百万 你可以买到四百公斤的东西 而且有两支 这边一支那边一支都各四百公斤 但是呢 如果你在这一千三百万呢 把他放在那个保机的话 你只能买到一支表 就一支表一千三百万 但是你这一千三百万呢 还不会被偷走 小偷看到这个就会觉得 那就偷走你桌上的表 为什麽 因为他比较小嘛 所以 以这音响来讲呢 虽然我也一直在告诉大家他的奢侈品 但真正的奢侈品相比呢 其实在经营理念上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如果真的哪一天发生了呢 这BOOMASTER推出一支汤匙要一百万的话 那他就是 就是真的奢侈品了 但是以今天来讲呢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思考啦 那今天他这个东西到底可以做到什麽程度呢 这是BC350 那我们平常在图片上看到BC350是这样子 然后你在音响展看到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可以完全发挥你的想像力 首先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木板 这个木板呢 是他原本的标准色 那如果你去看那个BC150的话 也有这个颜色 简单说呢就是搞个木板上去 那这个在音响的世界裡面呢 是很常见的 就是音响就是木头色 这是大多数的人的想法 所以呢 就这木头色 可是 这个颜色可以改 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的材质去做它 在BOOMASTER自己的展览上面呢 他放了两个材质 一个是红色的绒布 你可以看到这件他展览的图片 就是他放了红色的绒布 我必须说我真的很怀疑谁家会用那个颜色 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就像是电影院的椅子 就是为什麽用那个颜色 然后呢 另外这个也是BOOMASTER提供的图样 就是他是沙发的那一块布 说真的 我最近在看那个Netflix的影集 就是那个Bridge-Ton 那Bridge-Ton他是英国上流社会 就是在乔治国王跟那个夏洛迪王后的那个时代 所以他那个时代的 装潢比较华丽一点嘛 那他就搞了一个像那样子感觉的椅子 然后上面那个花纹的那一块布 把他蒙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文化差异 可能那个 那个花对 对欧洲人来说是很奢侈的感觉 但是对我来说就很像 公车的椅子 所以呢 这事情 我们不说他好与话 因为那就是BOOMASTER给我们的一个样板 但是呢 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你可以不要把你的目光局限在木料上面 你要做其他的材质也可以 所以呢 这里 你想要做 红色的钢琴烤漆 你想要做跟你的法拉利一样 你想要做木纹 或者是 你有比如说你有台湾块木 或者是你家很奢华 你家这个 居然有用不到的 这个 这个皇帝才可以用的木头 金丝楠木 也OK 我前一阵子看 有时候我都觉得 人对这个 这个奢侈的想像 要更进一步 我们有的时候很多人 那之前有一位小兄弟呢 跟我讲奢侈 又是放爱马仕的 但有时候我会更着重于一些 你一看就知道他真的超级有钱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就是 我曾经只能看大陆的那个豪宅的介绍 他家呢 的那个泡茶桌 还好 就是一张泡茶桌 可是他后面的薄骨架大概有 就是从这边到那边那么大 就从这边到这边的薄骨架 我们通常认为薄骨架是这样小小的 上面放一些小百件 人家的薄骨架这么大 然后 金丝楠木 这么大的金丝楠木 那东西那搞下去 你在台北都可以买一间公寓了好不好 但人家就是放在泡茶桌后面一个架子 然后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 有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鉴别 这个人能不能当你好朋友的方法 如果有一个人走进来就立刻 你那个架子 就是金丝楠 然后你就知道 知音知音 我们可以当朋友 可是呢 你跟他讲说这个价值两千万 然后他就说你笑的 你就知道这个 画布投机班居多 就是这种感觉 喇叭也是这样的感觉 你有很好的朋友 可以跟你聊这个喇叭的各种 好我们可以快乐的去享受他带来的音乐 而不是一出口就是 这喇叭你买一千三百万也笑的 为什么不要买一间小套房 那我们就知道跟他画布投机嘛 那其实Bespoke呢 他的这个服务也是针对 这样的客人 就是 就是你不差钱 你就是要一个想要的 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句话 我想要这样的东西 我想要我的喇叭是法拉利宏 Bespoke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从这个木板开始 接着呢 再到这个格杂 这格杂你可以看到他是两个颜色 外面是银色 里面是黑色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是黑色 这地方是银色 所以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颜色也可以克制 就是他这个地方颜色你可以更改成你想要颜色 但格杂形状不能改 因为格杂形状是升学的考量的一部分 所以这不能改 然后再来这块板子 这个侧腰也可以改颜色 接下来呢 是这个侧边 这个侧边 你会看到他这个侧边是这样子下来 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都还有侧边嘛 这些也可以改你想要的颜色 接着到正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杜克的银色的地方呢 跟他的螺丝 还有他的这整支喇叭的颜色 也全部都可以改成你想要颜色 单体我不知道能不能改 因为单体如果改的话 通常会改掉他的特性 可是中间的相位锥 是可以改颜色的 他有一个PDF 档 可以让你在每一页呢 去写你想要颜色 写好之后要签名 再由原厂去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因为BC350的部件是最多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改颜色 至于在那个 在那个077上面画你的千里江山 或清明上河土 那个是已知的事情 就是他已经画给你看了嘛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bespoke 那你会说那bespoke 大概做假如多少钱 我只能说这事情呢 就像我们之前玩卡日的时候 极品的老板在玩卡日里面说的那句话一样 只要有钱通通都可以 这东西就是这么玩意 Bumester 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出了一个叫bespoke的一个服务 只要你想得到的Bumester 的产品 都可以做你想要的样子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画皮卡丘 只要不到版他应该是愿意帮你画 因为我看到是画了一个玛丹娜的 在玛丽联锋路在上面 所以有钱想干嘛都可以 但是我还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做金色的 可以啊 可以 可以 好 钱而已啊 钱而已 好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那如果你今天也说 我提醒大家 bespoke 不是只有他可以用 你的 B18 那个比较入门的喇叭 也一样可以做 bespoke 所以 如果你想要这样 万一这里有 QR code 直接传讯给我告诉我 你想要的样子 然后你的预算 你的空间 还有你偏好音乐类型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搭配的组合 因为如果你只是喇叭要改颜色 Astron 你可以做得到 就是这样 阿吴啦也可以改颜色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 那 我刚刚讲一件事情 我忘记啊 管他的 反正阿吴啦你想要改成法拉利宏也行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